他在香港是五屆金像獎 五屆演員 我想他在香港是五屆金像獎 五屆演員 我想他所有人都想和他合作 大家知道他的演技已經可以去到 所以我們都想了一個劇 想了很久 當初他都是做一個 最初的時候 都是他做一個忠的角色 但是好像他所說 抽他更加另一種很厲害的才華 所以我們就決定他演的間角 我們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拍完毛間之後 其實跟梁朝偉都有一個 communication 就是有好劇本我們就會找 其實我們一向合作得很愉快 又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很多時候都一邊吃飯 聊天 變成有好的東西 就是大家一定一起合作 我們當然我們寫一劇本之後 有想過很多很多香港演員 但是頑固這麼多香港演員 我覺得金城很親它 有一種很新鮮的感覺 就是這樣做的 而梁朝偉的女朋友 身邊做了老婆 最後梁朝偉因為她的老婆 跟她說了一些說話 令她為罪自殺 很多這些保守戲 我想起碼超過很多 一百出以上 都是最後最後的結尾 才知道那個空手是誰 我覺得這些太舊式了 我想這次有一個新的結果 就是觀眾明知道梁朝偉是空手 但是她會很追患性 為什麼梁朝偉要做空手 那個目的就是用想的目的去 我想是Ending 金城沒有查到梁朝偉的空手 然後去醫院找她 然後兩個好朋友坐在樹 那段好男性的那段對白 進行中 進行中 一уп一片 多久 等待乾淨 再往三邊 進行中 我開始 就是 一位 現在 你